那所謂定義名稱是說 以後我剛剛就是性別部分 我們在查那個table array的時候 是到哪裡呢 到那個清單的工作表裡面 去選取A2到B3的範圍 就是多選這個範圍 讓他去查 可是其實未來這個table array 你可以用名稱代替 那什麼意思呢 怎麼樣用名稱代替 第一個就是說我這個地方的名稱 我可以把清單切到清單 把這一個範圍呢 給他一個名稱叫做性別 那我先把那個性別這個欄位 先複製一下C 然後第二步是什麼 把底下A2到B3這個範圍 選起來之後 請各位看一下那個上面選這個範圍之後 上面呢會有一個叫名稱的 叫做文字方塊 你只要怎麼樣呢 把上面這個名稱 用剛剛貼上 叫性別 Enter過之後的話呢 以後 這個範圍就叫性別 以後你可以怎麼做 如果你 你會這個方法之後的話 剛剛V的函數這邊 你就可以把table array這邊 delete掉 我如果不用過去選的話 你只要打上那個性別 如果你連打都不想打 你要記一個快速鍵 叫F3 F3就會跳出清單了 那你可以怎麼 點兩下 這樣也OK 他就性別 所以那個範圍就叫性別 這個叫定義名稱 用名稱來代替 那這個好處是說 以後 你用F3 就可以取代那個範圍 所以這個好處其實還蠻多 因為很多人都用選 選一堆範圍 然後 將來會看不懂公式 因為公式上面就是一個範圍 根本不知道在什麼 但是名稱看得懂吧 按確定之後 另外呢 用這個好處 還有另外好處 不用管錢的符號 剛剛不是有個什麼 要鎖那個 常常忘記 如果你用名稱的話 不用管 直接點兩下就好 這樣就OK了 所以為什麼要多講那個定義名稱 以後如果說 我們是把那個範圍變有意義的話 第一個看得懂 第二個不用鎖定 像要填滿就好 一樣的方法 年齡 年齡怎麼做 一切到名稱 二先把年齡這兩個字複製 因為可以少打兩個字 三 把他的範圍選起來 上面的名稱文字方塊 貼上去 貼上去之後 一定要Enter 因為之前同學 貼了就切回去了 沒有按Enter 這個名稱就沒有建立 Enter才建立 Enter年齡有了 所以底下什麼 教育程度 職業 什麼的 那都可以用一樣的方法 所以切過來 年齡的話 可以把這邊 Delete掉 然後改成F3 改成年齡 按確定 點兩下 結果也OK 所以 後面的話 我是建議 只要你是一個範圍 並且要配合V欄數 比較推薦 用名稱 來做 記得要F3 他清單就出來 所以教育程度的話 這邊也可以 教育程度 所以再把教育程度 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呢 選下面 所以也許你乾脆 把這些名稱 全部都定義好了 這樣定義好 然後再選下面 所以上面是名稱 下面貼上Enter 這樣會比較快一點 這邊的話 月收入 然後這邊的話 名稱貼上 Enter 那這樣的話呢 先把這些全部做完 然後後面的話呢 就可以一次 就可以把那個 底下的東西全部查完 那當然我們 如果沒有把這些做完 後面沒有正規的話 資料就沒辦法繼續 所以 這個可能要先把它完成 如果你把這個 完成之後的話 我想你V欄數 應該已經滾滾爛手了 應該沒有 如果你都有操作過 那這種東西就是 做了就熟了 以後的話 如果你這些全部做完 相信你應該以後 什麼叫V欄數 你應該 也不會什麼疑 就是 會有什麼 什麼覺得奇怪的地方 因為很多時候 會了 就是真的就會了 照一樣的方法 我們分別把這些 Ctrl C 然後把範圍選起來 Ctrl V貼上 這樣就OK了 這樣這邊複製一下 選取下面的範圍 貼到上面 記得 步驟不要做錯 因為你步驟如果做錯的話 後面呢 可能你查出來 就會出問題 應該知道我的意思 名稱先定義好 定義好之後的話 再來後面呢 就是直接這樣查 教育程度的話 就插入 一樣是V欄數 然後Table Array的話 一樣切到前面 教育程度的地方 然後這邊的話 就F3 這邊就是教育程度 所以我已經定義好了 這麼多 把它點兩下 然後 這邊一樣輸入2 這邊一樣輸入0 按個確定 向下填滿 OK 就完成 不過會有個問題 因為藍數這麼多 你想說 最好是可以 這樣子就好了 哇 可是 看起來好像 會有問題 不過我想想看 好像可以 為什麼 因為你可以分析一下 性別 是B欄 B2 這邊的話呢 是C 這邊是D 所以B C D 像右拉剛好會自動 增加一個欄 所以如果 假如我希望能夠做一個 全部就搞定的話 第二個可能要解決什麼問題 名稱 所以如果名稱的話 可以 這個OK 然後 它自動換下一欄 自動換下一個的話 這樣其實 問題就解決了 所以應該可以 應該是可以辦得到 不用寫程式也可以 只是說怎麼做 也許你們先試試看吧 我剛剛講的先完成 我也試一下 因為我以前突然 剛開始想的 都是用程式來解決 可是我剛才發現 不是每個人都會寫程式 所以盡量幫大家想一些 可以不寫程式 但又很快的方法 那還是最好 不過如果沒有 那也沒辦法 可以想想看 我記得應該可以用清單的方式 因為清單好像也會自動 自動增加一個 只是說你要先建立清單 然後 定義名稱配合在一起 應該可以辦得到 試一下 先把那個定義名稱 這個部分先做做看